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哦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其实这个075 它的下水 它的快速建造 其实台湾应该特别要警惕 因为这个过去大陆有071 071也是两栖登陆舰 就是说是攻击性的母舰 可以有人这样讲 两栖攻击母舰 那么过去那个071 只有两万五千吨 这个071是四万吨 排水量四万吨 你知道再往上面六万吨就可以撑 就可以撑是这个 撑是什么 就可以撑是航母了 对不对 六万吨八万吨十万吨 都可以做航母了 那这个两栖登陆舰 其实现在各国都是一个主流的一种 一种海军的配备 那日本的像这个什么 加赫号什么好几个 其实就是这一类型的 它上面是搭载 过去是搭载直升机的 可是因为日本有了这个 这个就是说F-35 它可以垂直起降以后 事实上它就变成一种小型的 小型的这个航空母舰 可是这个075这个舰 它基本上它是最主要是做隔海攻击的 它是可以蹲陆的 它上面可以搭载的冰源 大概在1000出头 然后最重要它底下这个舱里面 还有这个气垫船 这种气垫船是大型气垫船 大型气垫船里面本身就可以装载 水路两用的这种战车 所以它的这个 所谓就是这个叫什么 就远程的投送能力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 那大陆现在今年还有一艘 事实上好像已经下水了 这个是应该这个广西舰是入列了 也就是说它已经有名字了 然后正是已经入列服役了 那么这个跟这个海南舰时间差得非常近 那第三艘听说已经 已经这个已经下海了 那只是说还没有入列 可是整个要做这个075舰 有人说是8舰 有人说是12舰 可是这是一个大规模的造舰计划 你想想看大陆要这么多渡海作战 它要运载兵力 然后还有相当性的武器 要有这些战车装甲车 怎么运载过来 就是靠这个 就是靠075 那事实上大陆这075之前就有071 我看过资料071也有十几艘了 071两万五千吨 当然比这075小了 大概不到一半了 可是你看这已经有十几艘了 还要加送这个十 好了就十艘 未来的三年之内可能有十艘的话 我们就以075来讲的话 十艘的话 它一次能够存在的人员 大概就是一万多人的部队 那么再加上071 071大概八百多人的话 十艘的话就一万八千多人的部队 那加上它这个投载的上面有这个攻击性的这个直升机 然后就可以直接运载也可以做攻击 另外还有这个大型的这个气垫船运载的这个装甲武器 所以它就是一个登陆作战的一个最主要的载具 如果没有这些载具的话 你今天讲大陆它渡海攻击能力是比较少的 可是大陆现在就是做的非常的多 除了这些舰外 它还有055大驱 那个都是一万吨以上的驱逐舰 那么也跟下角值一样 最近前一阵子 今年在这个彼得大帝湾 做这个跟这个俄国的军舰一起做演习的 就是055 一万多吨 后来再直接往北走 走到阿留森群岛 接近这个接近到这个 这个阿拉斯卡 也是这个055 所以大陆的这个军力 尤其海军军力 那么是快速成长 所以这也是造成美国 尤其是日本 都感觉到极大的压力的原因 是啊 的确就是快速成长 所以呢 还可以什么 输出 卖给其他的国家 赵新 你看到 上海滬东中华造船厂 说最近下水三艘军舰 三艘 不是只有供给大陆海军使用的054型巡防舰 它还可以提供给巴基斯坦 还提供给泰国 提供给巴基斯坦海军的是这个巡防舰 还有卖给泰国海军的是综合登 甚至还有缅甸向大陆买大陆所退役的35B型民级潜艇 所以现在是怎样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管控的能力 这的确是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实力 对不对 刚刚介大使提到下饺子 下水饺 在这几年 这个中国大陆的军工制造能力 你常常可以听到这三个字 下水饺 因为他通常在制造一个等级的军舰的时候 他都后发而先制 而且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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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一下子像他这个我们讲说两个巡防舰 这个075广西 广西跟海南 两艘军舰都不是简单 075两棲攻击舰 他们两艘在建造的那个时间走差几个月你知道吗 只差八个月 只差八个月就蹦蹦就生出来 我们怀一个小孩 怀他也要十月 你今天造一个军舰就八个月 这其实是非常短的时间 对一般来讲 所以他的军工制造力非常强大 可是过去美方感受到威胁是 他制造自己的军事的武器 军舰非常强大 所以辽宁舰那时候 还需要去跟乌克兰 买我们讲说航空母舰 来模仿仿造来自己做 现在不是 现在是成为了武器的供应商 我们知道美方其实最大的 除了他的军工能力强大以外 他是一个军工 这个军事工业复合体 这个专有名词 也就是说他透过卖武器 去维持他国家的竞争力 但是这样的一个霸权体位 现在就已经受到了 中国大陆的挑战 因为大家觉得说 第一个中国大陆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制造商 他的产品很快 第二个就是说 他一定比美方要便宜 第三个他可以帮助这些国家 避免类似像柬埔寨之前 过度的 他自己在检讨嘛 我们跟美方买武器 结果反过来被他做制裁 所以做这个军事上面的平衡 维持自己最有力的 国家军事的地位 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中国大陆 他这个规格战已经 儼然崛起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 世界武器规格供应力量 对啊而且事实上 你看一周完成三艘军舰 这三艘军舰还是三种军舰 提供给不同的 除了中国大陆之外 包括巴基斯坦 甚至还有泰国 那我们看到像泰国还有缅甸 都是取得大陆的军舰 那当然老师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状况是 我回想起布林肯 他没办法去得成泰国 就是在泰国踢到铁板 好像也不意外了啦对不对 因为这其实不无相关的可能性啊 东盟国家是不是可能就是在这个方面 在这个军事方面其实也是需要大陆提供的 这是另外一点不过呢我们同时也要看 中日防长视讯通话了 这点也很重要你看 现在说为了要避免出现偶发军事冲突 开设紧急热线耶 所以真的也不是只有你美国说了算啊 日本其实自己也很想要向大陆方面来确认 是真的要开战吗 所以现在透过这个视讯能够通话 然后想尽办法避免冲突 对于中日两国来说 甚至对于美国来讲 这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大事是吗 我现在讲就是中国大陆跟东南亚 或者是亚洲各国的这个军售 因为武器交易或者是军售 其实代表的层面 它不是单纯的商品的这种交易 它代表的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合作 军售背后还有维护零件甚至训练 相当复杂 除非你就是简单的卖步枪 那其实你还是有售后服务嘛 那不是只有和泰国缅甸巴基斯坦 这是我们在媒体上比较常听的 我随便找一下在2017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也有出售 就是大概是几千把的这个就是 就重要型的这个步枪给就是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尼 印尼还取得的跟中国大陆购买是反潜的这个飞弹 高精密的这个雷达系统 马来西亚呢 更是就是说 这个相关的四艘中国的滨海任务舰 所以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这个在军事层面的 这种光是军售的这个出售这个层面 就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跟很多国家 还记得两个礼拜前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的就是这个和平研究中心 叫SIPLI 它就是全球的这些军火的交易 美国的十大占全世界54% 那排名第二的中国的前五个就是军火的这个出售到国际的 占13%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了解到在现在军事层面呢 在东南亚过去一直到现在BBC 大概在上个礼拜还有一篇文章说 因为布林肯去东南亚嘛 他就说东南亚还是经济靠中国 安全靠美国 这真的是严重错误 第一个已经没有靠这个概念 东南亚已经不是习欲的这个阿斗了 那第二个就是现在东南亚已经不是经济靠中国 经济基本上是在整合亚洲啊 因为像这个礼拜六RCEP就要开始生效了 它就是以东南亚为轴心的 在安全上面呢 是它不愿意选边站 也就现在两个大象在打架 它不愿意做夹心饼干 可是我们在这边更进步了解到 东南亚事实上取这些国家 这个泰国 缅甸 印尼 这个马来西亚 菲律宾 它都有取得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些武器 不同层面的 讲到日本人这一块 那当然这两个人的会面也蛮讽刺的 因为两个人其实都不太喜欢彼此了 这个爱信夫跟魏凤和都算是比较强硬的这个态度 尤其爱信夫针对中国大陆这个批判 那有少过吗 可是呢 这表示说是中日之间有这样子一种 部长级的军事联系机制 这个其实很重要 然后你看他里面谈到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东海跟钓鱼台 第二个是台湾 第三个是南海 第四个呢 他讲到的是叫做 这个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的直通电话 那这个直通电话其实就是还记得 在川普最后要选举的时候 他的这个战末总长米利 还打电话给李作成上将 解放军的参谋长说 不要担心了我们不是要真的准备要打你了 这种战争它需要有高层的这种直通的这种管道 甚至要定期的这种联系的机制 我们把它叫做CBM 叫做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 信心建立措施 相互有彼此的了解跟信任 有这样关系 那因此在现在 其实日本这方面 我的感觉 他这一年来 他对于过去对于钓鱼台问题非常重视 现在已经被对台湾议题给取代 尤其你看12月1号说安倍晋三 也就是安信夫的哥哥 亲哥哥 就讲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也就是美日安保有事 这个三段论有事三段论 其实是不对的 美国人也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日本也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但他就要抢这个 日本对于台湾安全议题的话语权 那因此 可是其实他哥哥这样讲话 他弟弟在这个岸田文雄的内阁里面 刚开始他讲了几次 到后来就比较低调 为什么 他觉得要作为内阁一个成员 你不可以自己 就经常的孤鸟 这边随便这个乱放话 所以他这一次跟魏凤河的这个沟通 我觉得是日中之间 一个重要的军事联系机制 换言之 中国跟美国这个机制有没有 确实没有的 那上一次11月16号的时候 那个习拜会的视讯会议当中 是有提到一个工作组 希望明年二三月开始会针对 战略稳定对话 还有军事的直接的这个对话的机制 能够开始启动 我觉得日本至少他这样一个有部长级的 直接的对话 让大家就彼此了解 你看这两个人根本都不对盘的 可是因为职务所需 也为了国家安全所需 各自表态 然后呢 但是都同意说要建构一个 彼此的这种联络机制的直通电话 那我觉得其实至少让我们看到新闻的 觉得他们在做 他们该做的是个事情 请教官下招集令 支持中村的好朋友们 欲请忽略大家加入订阅充讯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达成百万目标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共创2021的奇迹 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